再來Mr.Book黃說其實我蠻感激樂天的 樂天是我第一張精緻卡等級的信用卡 在樂天之前我都只辦得到白金卡 樂天之後的全部都是玉璽卡跟太平卡起票 要用信用卡集聚 其實我覺得這個白金卡 金卡、白金卡、然後玉璽卡、太平卡 然後再來是無限卡、世界卡 然後接下來是宇宙卡 這些卡片就是基本上都是 我們台灣基本上已經玩爛了 不然我們其實一開始最討厭的金卡跟白金卡 能夠辦得到白金卡已經很厲害了 但現在就是玉璽卡、太平卡就是滿街頭 那國外還沒有這麼泛濫的情形 因為台灣的信用卡競爭太激烈了 所以很多銀行就是推出這些高端的優惠 但是一樣就是這些優惠就是 生多週少越來越多人來使用 那它自然就會限縮然後就會稀釋 很簡單的例子就是中性的LinePay等級卡 其實在前年跟去年 大家如果都有去申辦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一開始的申請門卡就是20萬 然後後來的話就是你要刷多少 36萬 再後來要刷50萬 到今年它就降回去36萬 為什麼? 因為它的權益其實變差 而且中國信通它沒有辦法再去負荷 這麼多人來使用那個機場接送 機場會定式的這個使用權益 所以它就把整個門卡調很高 你必須要刷卡前12個月要刷滿60萬 它才會給你使用的機會 這對我們來說基本上就是 好小 太困難了 我就覺得說那你不如就不要去用 因為你去用的話就是 CP值不高啊 你把這60萬拿去刷其他信用卡 比如說不包括追憶世界卡 你不用刷那麼多 你就可以拿到更好的油盆 為什麼不去用那個卡 所以我就覺得說除非你是有用 AMA機制卡這種需要 免費型的筆記卡 不然的話中性的普通型筆記卡 都沒有比較沒有使用的價值 我就不推薦你去使用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